雪龙地区今天下午迎来一场滂沱大雨 再次爆发闪电水灾 多个地区因为排水不及一雨成灾 多条主要道路交通大瘫痪 出现了长长的车龙 其中部分路段还发生树木被强风刮倒的事件 道路使用者怨声载道 雪龙一带下午5点半开始刮起狂风暴雨 进而引发水灾 由于正值下班高峰期 险都靠近巴都木达 班底路和梦沙 第二终环公路等主要道路 陆续传出水灾情况 正在回家路上的上班族受困车轮中 进退两难 吉隆坡市政局救援小组和交通警察 接获报告之后 出动人员到现场协助指挥和疏散交通 同时在第17届书江世界中华书展的 绿野国际会展中心现场 也因为狂风暴雨 将场馆玻璃大门吹得东歪西岛 现场摆设道具同样吹倒满地